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了激烈偶遇有凶猛对拼 接下来在面对黑蓝的连续低潮 杨元云马上以转身后灯回击 偶后黑蓝再次参召杨元云以转身后灯暴踢 第二回要开始后双方奥法不说马上进行了凶猛对拼 紧接着黑蓝试图想要近身去施展中击 不过被杨元云以正灯直接踢飞了 接下来杨元云以转身后灯将黑蓝踢退了好几步 偶后只见杨元云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 打了对手一个始料危机 紧接着黑蓝缠召杨元云以连续重拳再次中击了面波 接下来杨元云似乎找到了对手的破绽 以彻彻的外交转身后灯暴踢黑蓝 往后黑蓝缠召杨元云以后手拳直接打飞了 紧接着只见黑蓝想以中击往回颜面 结果就是打不到杨元云 接下来黑蓝找到机会上去就是想要去中击杨元云 结果被打了一个绝地反击 或许是年龄比杨元云大了18岁的缘故 黑蓝的体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只能一次次抢到痛击 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杨元云绝对又是赢下了比赛 被打场的黑蓝无奈只能低头不语 杨元云也将自己的连射刺头扩大到15连射 全场比赛下来杨元云爆发暴咒KE冠军三个回合 完全看不出他只是一位年底才只有15岁的小选手 也期待杨元云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体育赛事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